大家好,我是李连杰 这是我大女儿跟... 其实李连杰口中的大女儿和二女儿 是她的三女儿和四女儿 这两个女儿是她和现任妻子立志所生 她和前妻黄秋燕也有两个女儿 李斯和李台蜜 相比之下,黄秋燕的两个女儿如同差无此人 李连杰极少在公众场合谈她们 同是李连杰的女儿,黛宇,却天差地别 甚至得不到承认 父亲口中的大女儿都不是李斯 可向李斯心里做何感想 李连杰是公众人物 她的一举一动都会让李斯姐妹 被同学朋友议论 李斯,你不是李连杰的大女儿吗 你爸爸怎么从来不提你们啊 这曾经让李斯姐妹非常伤心 这么多年过去了 大女儿李斯已经33岁 二女儿李台蜜32岁 三女儿健21岁 四女儿杰大18岁 同父一母的四姐妹 有着非常不同的成长经历 李斯·李台蜜姐妹 接人离架 健和杰大姐妹备受父母宠爱 那么今天 她们都成长成什么样子了呢 这期节目 我们就来聊一聊 李连杰的四个女儿 1987年 黄秋燕和李连杰 草草登记结婚 没有摆婚宴 办仪式 结完婚不久 黄秋燕和李连杰 就到外地拍戏了 两人曾合作过 南北少林与少林小子 不久之后 黄秋燕就在美国 为李连杰生下两个女儿 李斯与李台蜜 二女儿李台蜜出生后 李连杰结识了立志 瞬间情感沦陷了 甚至说 以前不懂爱情 遇到立志才知道什么是爱情 黄秋燕最后无奈离婚 选择成全李连杰 出于愧疚 李连杰选择今生出户 将在美国的房产 都留给了黄秋燕 两个女儿的抚养权归李连杰 黄秋燕没有收入来源 无力偿还每个月高额的房贷 后来 房子被银行收走了 自己住进了地下室 为了生存 她只能去打工 语言不通的她 在美国只能去餐馆当服务员 后来当上了美容师 刚离婚的那段时间里 她整日云泪洗面 很长时间走不出李连杰的阴影 没有丈夫 没有孩子 没有家庭 没有事业 没有住处 没有亲人 她想回国 但是一想到回国 要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 于是她宁愿躲在美国 远离熟人朋友 远离议论 很长时间内 黄秋燕都不敢看李连杰的新闻 但是 她又忍不住去看了 1999年 李连杰终于报得没人归 李连杰和立志高调结婚的消息 迅速占据了娱乐头条 当初李连杰和黄秋燕结婚时 仅有一纸婚约 迎娶立志 则是举办的高调升华 尤其李连杰在采访中高调表示 她可以为立志去死 去放弃功名 如此高调示爱 感动了立志 却同时伤害了三个女人 这三个女人 就是黄秋燕 及她的两个女儿 黄秋燕被伤得遍体鳞伤 这也导致李思和李台蜜 从小就失去父爱 于是 港媒用简短的十字嘲讽 情意千金 不敌胸脯思量 李连杰拿到两个女儿的抚养权后 就将孩子送回北京 由她母亲照顾 李思三岁后 就和妹妹跟着奶奶一起生活 李思姐妹 是由奶奶一手带大的 李连杰每次回家 都是来去匆匆 虽然每年与父亲 见面的时间很少 但每当邻居 向李思姐妹提起李连杰时 他们总是会露出 无比骄傲的表情 然而2000年 也就是李连杰 与李梨纸结婚的第二年 李连杰的母亲过世 在葬礼上 李思和妹妹哭到 差点晕过去 这些年 奶奶才是这两姐妹的家长 奶奶不在了 李连杰提出 将两个女儿接到身边抚养 彼时的李思 对父亲已经非常树立 且环游很深的成见 他崩溃地大喊 我们不会去你家住的 一个12岁的孩子 管爸爸家叫你家 认为奶奶家才是自己家 可见 这两个孩子跟父亲的距离 最后 李连杰选择将姐妹二人 送进了一所 北京贵族寄宿学校 由李连杰的姐姐们 接着来照顾他们 李思姐妹住在学校 李连杰却从未出现过一次 学校开家长会 都是姐妹俩的伯伯 姑姑 前来参加 两个孩子的性格变化很大 从开始的外向 到后来的内向 从一开始 非常以父亲骄傲 到后来都不愿意 替自己的父亲是李连杰 曾经有记者问过李连杰 对于前妻所生的两个女儿 弃之不顾 李连杰对此进行了回应 我从来未曾逃避自己 作为父亲的责任 尽管由于工作繁忙等原因 没能时常亲自探望他们 但长期以来都委托自己的亲戚朋友 对他们多加照顾 现在两个女儿 由我的哥哥姐姐帮忙照顾 学费及生活费 都由我来负担 并不像某些报道所说的那样 对他们弃之于不顾 在吃穿用度上 李连杰确实没有亏待过 这两个女儿 李连杰不仅抚养了 自己的两个孩子 她还抚养了 她哥哥姐姐的孩子们 李斯姐妹缺的不是物质 而是父爱 两个女儿甚至不能 跟自己的父亲一起生活 请问这是一个 正常的成长环境吗 而且李连杰也极少 在公开场合 谈到这两个女儿 有一次记者问她缘由 她说不希望这两个孩子 因为是李连杰的女儿 搞特殊化 他们应该认为 自己跟堂哥 堂姐们是一样的 她希望两个女儿 低调的生活 我基本每年都有回去一次 我母亲兄弟姐妹 都在北京 还有我两个孩子也在北京 所以我经常会去看他们 但是我比较不打谈他们 是因为有很多种原因 你知道 小孩子安全问题 你真的大人 你要有责任作为父母 来照顾到他们 他们应当像其他孩子一样成长 越低调越好 太高调了 他们会自己无形当中 有一种跟别的同学不一样 什么 这些对于孩子的成长 都不是很好 我觉得 应当让他们感觉到 跟我哥哥姐姐们的孩子是一样的 平常在一个环境中长大 教育 这些我觉得是 对他们成长有好处 所以我比较不打谈 就像每一个父母一样 李连杰的这番话 猛的一听好像有点道理 但是后来看李连杰高调 带着励志的两个女儿出席活动 才知道 也许她的收死只是借口 还是对这两个女儿不够关注 离婚后 李斯两姐妹先是由奶奶抚养了十年 奶奶去世后 两姐妹悠悠伯伯姑姑接着抚养 直到中学毕业来美国读书 才回到母亲黄秋燕的身边 这时黄秋燕已经再婚 看看黄秋燕找的第二任丈夫 王先生 就知道李连杰当年伤她有多深 王先生就是一个普通人 是一家中餐厅的老板 曾经离过婚 把全部财产都给了前妻 之后 前妻患上了癌症 王先生又回到了前妻的身边 照料她 直到前妻去世 王先生的品行打动了黄秋燕 觉得跟这种忠厚老实的人 才有安全感 继父给了李斯两姐妹 生父不曾给过的 全部宠爱和关注 现在李斯已经33岁了 已经到了恋爱结婚的年纪 却对婚姻很恐惧 她说 很怕走伤妈妈的老路 也遇到一个像爸爸这样的男人 可见 这场离婚对这两个孩子的伤害有多大 我们曾经做过李斯的专辑视频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看 对于李斯李台蜜姐妹而言 李连杰不是一个好父亲 甚至不是一个合格的爸爸 但是到了简和街大这里 李连杰立刻变成了世上最好的爸爸 化身女儿奴 李连杰和励志所生的两个女儿 深得李连杰宠爱 2000年 为了女儿的出生 李连杰推掉了李安电影 卧虎藏龙中的李木白这个角色 因为在结婚时 她对励志承诺 如果她怀孕 她将退掉所有的工作 专职照顾妻子 为了这个约定 李连杰与奥斯卡奖擦肩而过 但她毫不在意 两个女儿出生后 李连杰更是高调 带她们出席各种活动 她带着女儿参加张子怡等 明星的名媛聚会 和马云这样的商业大佬一起聚会 李连杰也经常带着女儿 在娱乐圈 可谓是积累了很多名气 简自小就表现出 过人的舞蹈天赋 父母有心培养她 早在六岁时 就已经荣获过两次全国舞蹈大奖的金牌冠军 在天王刘德华的演唱会上 年仅七岁的简就受邀担任嘉宾 为刘德华伴舞 两人连妹大跳拉低热舞 简面对着全场万语观众毫不畏惧 舞蹈跳得有板有眼 潇洒自如 在李连杰和成龙合作的功夫之王 首应礼上 当时八岁的简穿着一身绿纱裙 牵手成龙以及父亲李连杰 走在星光闪烁的红毯上 引起了全场关注 在女儿出生时 李连杰就希望出演一部 具有童话色彩的影片 送给简作为成长的礼物 如今得偿所愿 她迫不及待地带宝贝女儿前来观看 还带女儿走红毯 简十九岁时 一举几身巴黎民园舞会 要知道 参加这场舞会的民园非富即贵 每年就限额二十名 当有人问李连杰 如果女儿希望向演艺圈发展 她是否会支持 李连杰表示 尊重女儿人生和事业的选择 但是也会告诉她 你看有多少人在做演员 可是真正红的就那几个 成名的过程是很艰辛的 很多人梦想都会碎 你还要不要走这条路 如果决定要走 爸爸妈妈陪你走 这两个女儿长大后 李连杰还专门去法国 参加她们的成人礼 拍花木兰时 也是因为女儿的一句话 希望爸爸可以去拍花木兰 李连杰就去拍了 大家好 我是李连杰 这是我大女儿 J 这个是J 就是他们两个让我拍这个电影 我们非常地高兴 能够把中国的文化 通过一个中国的故事 向全世界去分享 相比之下 李思良姐妹间父亲一面都不容易 看着父亲带着两个年幼的妹妹 在媒体上大秀父爱 她们会有怎么样的成长经历 难道不会觉得自己被父亲遗忘了吗 现在在听李连杰当年的那番话 之所以不提李思姐妹 是不想女儿搞特殊化 是不是觉得有点讽刺 李连杰和励志的女儿 在荧幕上活跃高调 反观李连杰与黄秋燕所生的女儿 低调内敛 很少有动态 李思姐妹就像隐形人一样 常年接人理下 敏感多思 跟父亲疏离 虽然都是李连杰的女儿 但同父异母的四姐妹的待遇 却是天差地别 尽管李连杰一直抚养着 与黄秋燕的女儿 提供她们优渥的生活 但恐怕唯一不能给予的 就是父爱 而李连杰与励志的孩子 则从小享受父母的宠爱 不到一岁就安排了家教 更有李连杰的各种资源可以用 李连杰守护着于 励志的四口之家的团圆时 可曾想到另外两个女儿呢 李连杰婚变受伤害最大的 恐怕就是她和前妻的两个女儿了 李连杰既然选择追求真爱 不说应该对这两个女儿更好来弥补他们 也应该一碗水端平才对 毕竟这两个孩子是因为你 才失去完整家庭的 现在四姐妹的现状如何呢 姐已经21岁了 目前在哈佛读书 她收到了多所名校的录取通知书 最终选择进入哈佛秋学 现在她也是大学中的积极分子 而且在社交网络上非常活跃 杰达今年也18岁了 她的成绩也非常好 但她有抑郁症 这让李连杰夫妇很着急 两个女儿都非常优秀 幸运如他们 一生都被童年治愈 李连杰与黄秋燕的大女儿李斯 已经33岁 二女儿李台蜜已经32岁 他们已经工作了 他们非常低调内敛 李斯对母亲坦白 她对婚姻不抱信心 怕自己成为下一个黄秋燕 不幸的他们 可能要用一生去治愈童年 李斯姐妹跟一起长大的 堂兄妹的关系非常好 跟继父的两个儿子也相处得很好 就是不知道 他们跟自己同父一母的 两个妹妹的关系如何 或者说 他们根本没有关系呢 希望父辈的恩怨 不会影响他们四姐妹的关系 这里是有耳工作室 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